下面的土壤是沙子 所以它混在一起以後 它基本上上面的黏土可以成條 可是因為混了沙子以後 它又不能夠被我們捏 所以這裡雖然是沙子 沙子照說應該是排水良好 可是各位看 這就是 彩踏 我剛才講說 草皮在種的時候有沒有拍石 拍硬掉以後 土壤就算是沙子 它一樣是這麼堅硬 所以你不要認為說 你用沙子來種樹 排水就良好 空氣就良好 完全不是 即便是用沙子 它最後的物理性 還是這麼堅硬